祝大家2024年新年快乐 那么2023年过去了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来讲一下2023年5款呢 最有代表性的新车 那么这5款车我们是以什么作为标准 首先我们是以这个讨论度 以及之后的订单来做一个标准 所以可能有一些车子没有办法入榜 但是我可以跟你肯定的是 这几款入榜的车子呢 都是他们这集聚中的佼佼者 那么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呢 就请大家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第一款要讲的车子 就是在去年年末发布的Proton S70 这款车也是2016年Proton Saga之后呢 Proton历经那么多年来推出的 第一款全新Sedan车型 我们都知道啦 它的原型车是这个吉利的第豪第四代 但是呢这款车在马来西亚发布之后呢 我们发现了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它的车身尺码跟原版的第豪相比呢 是缩短一点点 虽然Proton讲它是一辆C-Segment的Sedan车型 可是实际上它跟B-Segment的City相比呢 其实它大不了多少 所以其实很明显啦 Proton就是把这个Proton S10 用来瞄准这一个Ponta City 还有Toyota Vios的Market 那么这款车为什么上榜呢 就是因为它发布之后呢 它的订单非常非常的出色 根据消息指出 到2023年的年尾呢 它的总计订单已经差不多到了4500辆 虽然跟原厂设定的5000辆目标 还是有一点差距 可是以一辆全新的车型来讲呢 这一款车其实还是表现不错的 那么这款车有什么卖点呢 首先就是它的价位确实是非常清明 首先我知道很多人会拿它的价格 跟日本车的B-Segment来比 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Proton是国产车 所以在税务的部分呢 相比起日系的品牌呢 它们是确实有一定的优势的 因此Proton S10卖便宜其实也是合理啦 它的售价从73800块起跳 真的这个价格很有优势 而且重点是顶配的版本也大概是在95000块左右 顶配的版本就是Freshit跟Freshit X呢 它们配备了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6气囊 还有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不过这个涡轮增压引擎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啦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50PS 大概是148HP左右 峰值能力表现226Nm匹配其速的 14双离合器变速箱 以这样子的价位拿到这样子的配备 确实超值 但是它也有一点点的缺点啦 首先就是它没有Android 和 Apple CarPlay 这个是大家都在 complain 的东西啦 不过讲真的以这个价位来讲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款讲到的车就是它 那么你对这个Proton S70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70mm A810是目前70mm最强的这一个行车记录仪 它采用了Sony的IMS678传感器 因此它可以射入最高4K加HDR的视频格式 清晰度非常的高 另外呢 它也有支援这个AI动态侦测 另外你也可以通过Hardwire Kit 让它24小时随时维持这个运作的状态 也可以选备后摄像头 让你的车子前后都获得保障 然后还可以通过4G联网 随时获得你车辆的资讯 那么还等什么呢 现在登陆Auto2View.min 输入优惠版Automagic30 你就可以享有30块的折扣 而且全马包佑 还等什么 行动不如行动 第二款要讲到的车型 最近有一点点丑闻产生 它就是在这个年初发布的第二代Proton Asia 其实它的名字读Asia不是Asia哈 OK 这一款车呢 它采用DNGA平台打造 对比第一代的Asia呢 它的车身长度大了不少 而且它的空间表现跟这个配备都进步了非常多 当然有人讲这个顶配的Asia 才采用1.0L的引擎 可是就要卖接近5万块 确实很贵 其实我是赞同你的 但是它贵是由它的价值所在啦 因为它的配备等等都非常非常的丰富 基本上在这个价位里面 你是买不到这样子的配备的 当然它的缺点也是有啦 就是这个1.0L的自然进气引擎 动力表现是稍微弱了一点点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大部分会选择这个极具的消费者呢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一个省心 还是要一个低油耗等等 所以这款车在发布之后呢 这个订单表现也非常非常的出色 它目前是Pro Duo第二畅销的新车 仅次于Veza 所以就可以看出这款车是多么的受欢迎 那么我个人觉得这款车有几点我是要推荐的 第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底盘表现 确实比起上一代进步很多 我个人觉得它的底盘表现甚至比起Myvi还要更好 然后第二个优点就是它的配备 确实很丰富 如果讲今天你不要买到顶配的版本 即使你买这个1.0X的版本就已经非常足够了 LE等等等等都有 当然啦 最近它受到的这个安全测试造假的影响 所以我相信很多消费者的心中都会有一个疙瘩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跟自己的心揉 如果你觉得你对这款车有一个 可能有一个障碍的话 那么就不要去碰啦 但是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去选择 因为目前呢 不只是马来西亚政府 像是台湾呢 泰国跟印尼 已经放行了这一个新车的销售 所以在款车销售上是没有问题了的 所以我相信 那么多国家会通过的话 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啦 不过目前UNW Toyota 跟 Pro Duo 都没有公布更进一步的详情 所以我们就等待他们怎样公布啦 第三款车型要讲到的 同样也是被这个造假风波影响到的新车 它就是这个第四代的 Toyota Vios 没有错 它就是第四代 之前的车款是第三代啊 这一款车同样采用 DNGA 平台打造 那么这款车其实在发布之后呢 它的销售成绩同样的也非常出色 平均每个月都有2000辆的销量 加上从10月开始呢 UNW Toyota 给予了这个巨额的优惠 所以这款车的销售成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它那么火爆呢? 首先必须讲在外观设计的部分 全新一代的 Toyota Vios 确实是还蛮好看的啦 其次就是它的配备 如果你是买到顶级版本的 V 车型呢 那么你可以享有这个主动安全配备 完整版像是 ACC 车道维持系统 眼镜光灯重调节等等也都有 然后有六气囊 有360度镜头 有电子手刹车 有无线的 Apple CarPlay 等等等等等等 都可以在这样子的上面看到 然后它的售价是95000块 对比上一代呢 确实是贵了 但是这个价差可以换来这些配备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实际的 那么这款车同样的也是受到了这个造假风波影响 目前已经回复销售了 除了马来西亚之外 印尼跟这个泰国都可以买到这款新车 所以都是那句啦 如果大家觉得心有疙瘩的话就不要去看它 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话还是可以去的 第四款车要讲到的同样是日系车型 也是售价比较贵的车型 它也是刚刚发布的全新 Honda CR-V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这款车呢? 因为这款车的这个订单表现呢 比原厂预期的还要更好 在发布之前呢 它就结获了2000多张订单 而且会从2024年的1月开始大规模的交货 在2023年据说只有300辆而已啦 所以你要真正看到它 on the road要到2024年 那么这款车是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呢? 首先 Honda 的那个招牌 在那边这个是肯定的事情了 那么除此之外 这款车的本质其实还是不错的 当然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 吐槽它的内装啊什么什么 但是各花路各远 你不喜欢不代表人家不喜欢 而且 CR-V 它主打一个实际 因为它的空间表现确实是大 然后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两个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1.5公升的 VTEC Turbo Engine 还有2.0公升的 RX 版本 也就是采用这个 EHEV 版本的引擎 那个版本呢 最大马力表现是184 PS 风车牛肉表现是330 Nm 如果你单看数据的话呢 它的这个动力表现其实已经逼近了这个2.0的低功率 涡轮增加引擎 加上它的油耗表现出色 所以据说目前订这个版本的消费者非常多 那么1.5公升的版本呢 如果是讲你不大在意油耗的话 其实它也是不错的 因为我在泰国开过这台车 我对它的动力表现我觉得是OK的 而且重点是它的入税每一年只有120块而已 当然可能会有朋友讲买到170千的车的人 哪里还会在意这个120块的入税 其实还真的是有的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入税造成的影响 那么除了引擎的部分呢 它在配备上面也是非常的不错啦 就是全车系标配了这个Honda Sensing 另外呢 从无疑版本开始呢 就有这个360度镜头等等可以选项 所以它热卖还是有它的原因在的 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拿这个CIV 来跟这个提供Agpro相比 那么我会建议你自己去试驾这款车 自己去体验这两款车 那么你自己心里就会有答案了 你买什么车都好 那个是你自己的选择 不要受别人的影响哦 最后一款要讲的车型呢 它在马来西亚真的是狂风少落叶 目前在Binang 在JB 跟在这个吉隆坡呢 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多 它就是Tesla的Model 3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马来西亚的Model 3呢 是跟美国还有中国同步发表 也就是讲实际上啊 泰国啊 新加坡可能还没有发表这款车 我们就已经发表了 而且我们已经拿到了 虽然目前没有一个详细的数字指出呢 这个Tesla Model 3 交车交了多少了 但是它的能见度是多的可怕 目前马来西亚这个Tesla Model 3呢 有两个车型可以选择 就跟其他国际版本一样了 本本是标准续航型跟长续航的版本 那么据说目前有很多人定的这个长续航 因为它的一次充满电可以行持超过600km 这个续航表现应该可以满足大部分的消费者的 那么实际上这款车怎样呢 我们其实有跟Tesla和美来西亚要求这个Tesca 它暂时还没有拿到 等我们体验过这款车之后呢 就会跟大家分享进一步的详情啦 不过这款车呢 确实格迹感很重 尤其是它的这个触屏主机呢 据说它采用了一个AMD提供的超强处理机 它的图形算力跟这个Sony的PlayStation 5一样 也就是讲你可以在这一个Tesla的主机上面 玩到PS5画质的游戏 是不是很惊喜呢 所以它就是一个科技产品 如果你想要长鲜的话 这个Tesla Model 3 呢 其实是不错的 不过据说2023年的车已经卖完了啦 要等新车的话 那么2024年可能要等一个比较长的等待期 所以如果你可以等待的话 这辆车还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它的售价从19万令吉起跳 你可以买到这样强科系感的车子 不划算嘛 好啦这以上五款车型呢 就是我们列出在2023年呢 最有化贴心的新车 当然我知道有一些车款没有入围 一些这个车款的支持车 可能会讲我们偏帮日系车 可是实际上销量证明了一切 这五款车型呢 每一款都是销量非常出色的新车 而且市场表现也证明了 它们确实更受欢迎 所以这五款车里面呢 你是哪一款车的车主?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好啦我是Ivan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